哈喽大家好,我是Coco,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呢又是来带大家看房的一天 上午呢先带客人看了这套在我们小区的 四房4.5玉,255万美金 那这套房子的特点呢就是它是二上二下 两个房间在楼下,两个房间在楼上 那这种就一般是特定的家庭才能用了 就因为它主卧在楼下嘛 就比如说有一些孩子上大学去的 就可以家长在下面,孩子还是继续在楼上的 那就没问题的 如果自己的家里的小朋友非常小的那种 其实不太适合这套 但anyway我已经拍了视频给大家看一下 Hotair的四房4.5玉,是一个现代风格的 然后呢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边是前面的一个小的patio 好 进来了一个玄关 然后一楼这边有一个套房 它现在是做成了书房 其实是正常的一个房间 因为它是有这个卫生间和walk-in的衣帽间 然后再往里 把的亮点就是这个 调空的客厅 厨房 所有的柜子都坐到了顶 然后有酒柜和subzero的冰箱 这个是它的餐厅 然后呢 背后是厨房 背后是它的这个主卧 这个户型的特色 它的主卧在一楼 那就适合稍微年纪年长 不想爬落梯的 然后这边是它的这个 主卧的内心间 淋浴房 然后这个是主卧的walk-in的衣帽间 我们去到它的后院 这outdoor的一个California room 然后呢 它的院子 这个院子 在厄晚真是不错了 虽然它做的比较low maintenance 就是除了这个水泥地 甲草 其他也没啥 一些挡墙的隐私植物 那你可以自己再增加一些 其实这个说实话 做泳池也做得下 它这套房最大的特色呢 还是这个调空客厅 好 我们上二楼 上二楼之前 再从这个角度看一下 这套房 上去以后呢 是一个loft 这个loft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房间 房间有个walk-in的衣帽间 然后呢 它呢 这里的卫生间 这边是Jack and Joe 穿过以后 是另外一个房间 就这两个房间呢 共用的一个 卫生间 最后这边是洗衣房 那就是今天这个户型了 那今天这一集呢 就是一个纯看房的一个视频 啊 细心的观众朋友 如果看了我上几期的话 这套房子 我带我加拿大的好朋友也看过 那隔了差不多三天 还是四天 我带新的一个 我的这个 在邻居想去看 还是同一套房源 这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的房源还确实非常非常的少 就是在一个星期之内 可说不定就是一套房子 你要带重复的客人去看 如果上一个客人不喜欢 那第二个客人就 再介绍他一下看看 没有房源 没有办法 所以如果说 看到我这个视频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们是有这个心 想要卖房子的 那我手上确确实实 来自于我们自己小区的邻居也好啊 加拿大的也好 西雅图的也好 纽约的也有很多 还有硅谷想要搬过来的也有很多 确确实实 他们这些买家呢 还没有买到房 那如果你想在此时此刻卖房的话 也可以直接联系我 我帮你们可以直接对接 那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 下一期见 拜拜